再来看到的是学习小提琴 通常不是一般家庭可以负担的 不过小港区的民意国小的旋乐团 在企业人士的赞助之下成立 而且保留了大部分的名额 免费提供给弱势学童来学习 学生们都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以享受站在台上演奏给大家听的成就感 小朋友人手一把小提琴 神情专注地拉出不同分布的乐音 时而悠扬 时而轻快 他们大部分都是小学一年级 从基础开始学琴 经过不断练习 琴艺已经足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了 就是我一年级开始觉得 想要学小提琴的原因 是因为觉得很有趣 因为其实我觉得小提琴很漂亮很有趣 以后想要站在大舞台上面表演 所以我想学 一直练习 反复练习 学生们这几天都加紧练习 乐团教练特别挑选难易失踪的乐曲 让学生们尽情表演 也就有多次公开表演机会磨练琴艺和胆量 我们一开始当然是从音阶开始慢慢训练孩子 然后等说他手指成熟了 我们会带曲子进来这样子 老师说今天的演奏 只有让他们小小小事伸手 我们12月20的音乐会非常精彩 因为他们真的很用心在练习12月20 因为我们是音乐剧 有加上戏剧 民意乐团创团已经迈入第三个年头 曾经透过校内外公开表演和慈善分享 建立孩子们的自信心 分享音乐的美好 校长张本文更感谢当初赞助经费的企业界人士 提供孩子们这么好的学习机会 所以若是学生都不用花钱买小厘琴 也不用付终点费 那我们会把余额的一些名额 来放给一般生来一起共同学习 那整个过程当中 都是透过慈善机构 跟社会善心人士的一个募款 捐助而成 当一个音乐家 可以大家比如说售票 然后来看我的表演 然后让大家觉得我很厉害 学习音乐对大脑发育十分有益 可以促进各项学习能力 民意弦乐团则建构弱势家庭学子的展能舞台 并且深耕艺文教育 让幸福乐音飘散各地 记者黄俊怀 在内长邦高雄报道 大家 conversation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